大家好,歡迎收看GenXYC 又是今集的比特幣賣新機 又是我Jey和大家討論市場的走勢 一個星期沒有看到,大家有沒有顧著我們這個頻道呢? 好了,先去到正題,先說一下BTC BTC其實它已經通常有64k以上 但它之後就開始有一個回調 回調回到最低是近60k的水位以下 現在它正在去到61k至62k的水位 YF也是一樣 它都衝到2500以上 2500多,再回調回到2300 現在是2400多水位 簡單來說,其實BTC和YF都有一個穩健的上升趨勢 因為你看到BTC其實一直在形成一個 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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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都會高過之前的大碟 其實它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走勢 讓大家看到它一直上一直上 即是它每一下就衝得很厲害 它一定會有回調 即是BTC和YF也好 但長期來說,其實都有可能性 所以為何Twitter這麼多人說BTC會100k 也會有可能性 當然它的風險也存在 不過我覺得 BTC仍然會很快 會近到70k 70k之後會怎樣呢? 就是大家要走兩個問題 到底這個會不會已經是最高 但是真的會去到100k 而YF去到5k之後 它會不會真的會上升到10k 這個又是另一個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但短線來說 去看圖片 你會看到BTC和YF 都是穩定地向上爬的 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們都要升 對整個市場才是好的 第二件事就是 講一下 ARC 高登女神的股票 其實它都買了Coinbase shares 而且買了很多 它有持有1.5k的Coinbase shares 另一件事就講起Coinbase listing 就是Coinbase listing 其實FTX的Future 會上升到600多 但之後一list就跌到300多 現在的平均是300多 其實你看到一個問題嗎? 其實就是 Coinbase是一些早期投資者 或者早期投資者 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那些人 或者那些Founder 那些團隊做了什麼呢? 他們就是開始售賣一些Coinbase shares 增加BTC和YF的exposure 去平衡它的crypto asset 所以短期來說 你說Coinbase的shares會不會升呢? 都有機會 但機會就開始比較小 因為他們那些早期的投資者 都會想著去cash out這些shares 去平衡其他asset 或者放在其他potential business裡面 即是crypto related 但在長期期 其實Coinbase的hybrid 都仍然存在 在未來 當然 Coinbase 其實真的 有機會 可能是crypto market的下一個 Amazon Google 所以 有些人都搞了一個笑 就是將它對比什麼呢? 將說 怎樣才可以做成功的business 就將Amazon的老闆 和Coinbase的老闆 都擺出來 就說什麼? 就要有一個適合的發營 才可以做到這樣 當然也挺有趣 整件事 但簡單來說 其實Ark買得也是 覺得Coinbase的share是有potential的 但我自己覺得 就 instead of short-term potential 一定是long-term potential 比較多 而short-term 仍然是有些sale的pressure 就是因為那些人 將它轉為其他的asset 當然Vtel也會繼續買 因為 對於所有人來說 Coinbase的share 是crypto market的東西 是很早期 很早期 另外就是大家提到的 就是Dogecoin Dogecoin很厲害 它上升到0.4以上 Tesla的Elon Musk 一直都很喜歡很喜歡Dogecoin 不斷share 不斷放一些means 不斷衝衝衝 其實看到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Dogecoin 怎麼搞Pump這麼厲害 因為Tesla在那裡share Elon Musk在那裡share 那些市場就覺得 真的很厲害 結果就不斷升 當整個crypto market 在昨天還在跌的時候 Dogecoin不斷升 升了兩倍 又很多 二百多個百分比 整件事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當然當然 之後都回調下來 Dogecoin 現在已經跌到差不多 0.3左右或以下的稅位 其實看到一件事就是 Vtel 當時他分析的項目 往往都跟著這個 即是FOMO 看到Elon Musk在那裡 說到Dogecoin 就覺得很興趣 是否應該買這隻Coin 是否真的有 potential呢? 是否會一直Pump呢? 就是這樣 當然Dogecoin這個Coin的Pump 都造成一個問題 Robin Hawk的Apps 那些crypto order 做不到 因為Pump太快 Pump太厲害 感覺不到 所以就造成App的停留問題 簡單跟大家總結一下 所以我仍然覺得BDC和Yip 是會有向上的趨勢的 另外 Coinbase shares 如果現在買 都是一個 即 Diversify的方法 當然是 大家會有一個 Sell pressure 但Arc的高等女神 都買了的話 其實 It's pretty good in some sense 當然 都是那句 這些不是一些投資意見 是一些個人意見 都不是一些投資要約 你真的要做好自己的Research 所以你才決定買定好 還是不買定好 好了 今集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記得點 按讚和訂閱我們 還有 按鈴鐺就會收到第一時間的資訊 想知道更多ICO project 或者更多crypto 發生什麼事 記得追蹤我們的Announcement Channel 我們TG的Announcement Channel 會及時會更新的 好了 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